每当我们仰望夜空 总以为月球这颗唯一的天然卫星永远都是这么大 永远都会给地球做个伴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宇宙基本法告诉我们 没有天体是绝对静止的 天体间的关系都是动态的 目前我们所观测到的地月关系 也不过是现阶段的一种平层动态罢了 以地月为例 多数人只是机械地知道一个数字38万公里 其实这只是一个平均值 真实的地月距离是在近地点和远地点 356400到406700公里之间变动 这相当于28到32个地球直径 都能够把太阳系八大行星并列塞进去 还绰绰有余 换句话说 月球绕着地球转 其实是以椭圆形轨道在转 而不是正圆形 这是著名的开普勒第一定律 揭示的天体运动规律 即使是这一动态平衡关系 也不是很久不变的 事实上 早在地月确定关系 即46亿年前 月球形成之初 地月距离要比现在近的大约至少有二分之一 当时地月距离在16万到24万公里 那时候月球绕地球一圈只有7天 而现在需要27天7个小时 根据行星天文学家测定 月球正在慢慢远离我们 每年大约3.8厘米 也就是说 再过几万年 我们的后代看到的月亮 就会明显要比现在的小 这个地球唯一伴侣 难道喜新厌旧了 不喜欢我们了吗 在说清楚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物理规律 任何运动的物体 都有维持做直线运动的趋势 这种性质叫惯性 同样道理 即使在做圆周运动的物体 也总想着要做直线运动 也就是逃离圆周轨道 想着切线方向直线飞离出去 就好像有一种力量 贝利圆形方向拉扯一样 这种力叫离心力 月球绕着地球转 同样遵循这一物理运动规律 月球每时每刻都在努力挣脱 绕地椭圆形轨道 但有另外一种无形立场 恰好抵消了这一离心力 这就是万有引力 确切地说是地球引力 既然是万有引力 地球对月球能够形成引力 同样 月球对地球也能够形成引力 这种引力作用在地球上就表现为海水潮汐力 这也是月球施加给地球最大影响力 当地球针对着月球这部分海平面 受到月球引力随着升高时 这片海域也会跟着地球自转远离月球 但与此同时 这片涨潮海水也会对月球形成引力拉扯作用 只不过这时候已经不再针对着月球了 要知道地球自转速度是月球围绕地球速度的27倍 两者还是同一方向 这就造成了月球不间断地被向前拉扯 相当于拉大了月球围绕地球的公转轨道 随着这个轨道慢慢变大 意味着月球也在慢慢地远离地球 尽管这种远离程度十分微小 但时间是最狠的东西 它足以让月球远离地球越来越明显 按照天体物理学家的模型计算 几百万年后的月球的确已经远离地球 但基本不会彻底逃离地球引力场 这是因为潮汐力同样作用于地球 使得地球自转速度越来越慢 导致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和月球绕行一圈的时间一样 也就是说那时候地球一天等同于一个月 地球上的海潮就可以时刻对准月球 这样月球就会慢慢开始被拉回地球的方向 从此以后整个过程逆袭了 潮汐运动将会滞后于月球 使得月球轨道慢慢缩小 月球又被慢慢拉回来 从地球上看月球开始慢慢变大了 当然这一切是以地质时间衡量的 几百万年在整个宇宙演化看来 只不过是短暂时刻 从今以后要是有人问你 月球与地球的关系牢固吗 正确回答姿势是 若寂若离就像福奇